六祖在《谈经》里面跟我们说的 《觉正经》 《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然》 好像我们后头戒缘的 最近印的《由六祖谈经》 曹西的原本这本子很好 过去我们曾经讲过 用的这个本子 诸位可以看看 那么这个诺音带跟三规小册子要熟读 知道我们从哪里回头 我们到底依靠什么来修学 这个三规是正式学佛的入门 把学佛的总纲领 总方向介绍给你 传授给你 这叫传授三规见 这个仪式简单隆重 这个地方有两个问题 这一位同修的是 我是家庭主妇在家修 经常在家听佛经 如果修不好的话 仅能到极乐世界边地 再等五百年才能花开见佛 这五百年 有的法师讲是人间五百年 有的法师讲是极乐世界五百年 时间说法差异很大 请法师再说一下 这个五百年是人间五百年 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 你就看经常讲的 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时 这是人间五百年 所以在极乐世界并不长 这个放心 不要把它摆在心上 我相信你不至于身在边地 放心 这个一位是请问法师 如果没有吃常摘 可否松度金点 吃常摘者可否吃大酸 听别人说 这个法师吃大酸 护法神便离开了 不错 这个念佛人 能吃常摘最好 不吃常摘的时候 经常没有这个说法 没有说不吃常摘不可以度金 不亏念佛 这个经文上查不到 我们一法为人 吃常摘有个什么好处呢 卫生 现在肉食里头带的疾病 病运非常多 很容易感染很多的病毒 所以你为了身体健康 这个吃常摘是决定有好处 这是这么个道理 同时给一切众生 不结怨仇 那么吃常摘的时候 可不可以吃大蒜 这是个问题 这个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 大蒜是说有五荤菜 那个昏 昏不是吃肉 肉叫心 昏心 昏是植物 你看草字头 这是植物 为什么不吃这五种呢 能言尽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这个东西 生吃 它对于这个生理上有刺激 刺激你的生理 干活 干活旺 容易发脾气 容易动晨晦心 所以不需你生吃 这个熟吃呢 熟吃呢 这个是 也产生这个 生理上的反应 容易引起性冲动 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 佛才把你的禁止 但是如果说是 你们家里面做菜 做这个 做料来用 配向这个 这个香料来用的话 那个 没有问题 那个什么 量太少 不起作用 那是不起作用 你说你 这一碗面放一点葱花 那怎么起作用 那不起作用 你要那个大量的吃 才有作用 才会起作用 大量的要是生吃的话 你吃不下去 太辣了 那吃那个东西不就要命一样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像我们中国 山东人 那个吃大蒜 一般一般 像吃花生米一样 一吃吃一大盘 那个才起作用 但是那个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不可能 如果说是每一餐 吃个一半两半 药用 药用就是开月 条条戒律都有开月 那么你一餐吃个几半的话呢 有好处 现在这个很多疾病的 这个传染病的 它能够防止 所以把它当作药用 因为酒 酒是五戒之一 那比这个更严重 酒的开源更多 我出学佛的时候 年轻 有一位老和尚 我也很尊敬他 我常常到寺庙就做义工 有的时候还留我吃饭 老和尚很熟了 也就不介意了 我常常看到老和尚吃饭 他有一杯酒 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也不敢说他 就感到很奇怪 我每天他都喝一杯酒 以后到台中 亲近李老师了 讲李记的时候 谈到这个问题 我就想到这件事情 向老师报告 请他老人家 解释我们的疑惑 他在讲 七十岁以上 身体衰弱 每一天 每一餐喝一杯酒 对于这个血液循环有帮助 它是药用 我们才了解 它是药用 这个年岁大了 帮助他血液循环可以 所以佛 佛是通情大理的人 是讲道理的 讲人情的 不是什么都不讲的 或情或理 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那么你自己就想到 应该怎么做 一定要身心健康 你的身体不健康 你吃鸡 你一定是身体又不好 又要执着在这上面 你身体病人还要许多人来伺候你 你不叫找人家麻烦吗 你慈悲在哪里了 所以保护自己 这个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一切不要麻烦别人 这样叫大慈大悲 这个是常驻问我的 这个皈依大家有供养 供养可不可以用在这个供养 都可以 我这个大家供养的时候 我从来不晓得用在哪里 你们愿意用在哪里 就用在哪里 不好 只要常驻需要都很好 好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现在给诸位做一个仪式 那么三规的同学就站起来 其余的都坐在自己位置上 都不要动 都不要动 我们向佛像行三问训礼就好 规正拿到跟着我念诗词 好